高溫的氣體 高溫 早期就是那個 以前廚餘沒有分類 然後就全部都堆進去了 塑膠袋包著都堆進去 然後它會開始發酵 然後開始分解 那個東西在發酵分解的過程 就會產生熱熱 大概那個溫度最高可以到60度 我們平常洗澡的水大概只有39 40度 所以那個溫度是很高的 對樹木蠻不好的 當然啊 而且夾碗是有毒的啊 那這邊的溫度呢 對樹木 那一個 這邊樹法委員提的另外一個是 這邊的因為風是比較 地形的關係它的風比較大 對啊 它原本住在中間長風不會那麼大 對樹木不好 沒有那麼好 反正現在政府都要等到說真的事才會知道 好 好 今天公正處這樣 今天這樣說明還OK啊 至少他們知道我們的講錯了 對 現在還是只有捷運局 其實覺得他們有回應到你們的 就是你們的那個 去年423開始互輸了 然後他們現在9月 他們不是說9月份就公佈新的了 那就表示態度上有做調整 我剛剛跟他說 我們在推動你們公正處應該審個回樹木寶 然後他就很高興 對啊我們也不希望樹被挖 可是我們講的很大不理我 然後我到今天才知道原來 柱的上面還有一個柯欸 柯比柱還要大 為什麼柯會比柱大 我一直以為是局 我一直以為公務局下來 下面就是柱了 就中間其實還有一個柯 大地揮花柯 所以他們公正處真的是一個很小 位階很低啊 那你是希望把它升格到處 我希望是一個 處貨保護局啊 因為 我們台北市要顧的不是只有行道樹 或是公園的樹啊 那一些嬌山 山坡地 那一些國有財產的那些樹 其實台北市都應該要 把它納入保護的方 好不好你現在看 到處都那種山坡地 隨便都開發 然後樹還有花 反正他也沒打受保護 就是目標準 他們也不會送文化 所以那個法則定定 其實要比較明確 因為我們民間版樹保條例 修正案已經給市政府參考 其實你應該要用獎勵 先用獎勵的方式 如果你今天自己地上的樹 你把它照顧得很好 然後或是你建商開發的時候 你提出一個很友善樹木的一個 作文 那我透過樹保條例的修法 我在裡面放一個獎勵措施 就是如果 你這件事情做得很好 我給你可能百分之五的容積獎勵 還是多少 類似停車獎勵這樣的一個機制 然後或是說 如果真的今天這一棵老樹在這裡 你要開發 你真的 為了要盡量把它保護下來 是不是政府可以同意用容積移轉 像私地主 這部分在私地主的部分可以用 就是有一些人自己地上有老樹 然後可能他想開發 那這些樹是 他為了要開發 他就算樹不能移植 他也想辦法把樹弄死啊 他只要環狀剝皮 或是灌一些農藥 那個樹就剝不下來 因為樹要長大很慢 可是他要死很快 環狀剝皮也很容易 對啊 所以其實像類似這樣子 所以像一些農田啊 或是你上陽明山 或是哪裡一些野菜 種野菜的地方 旁邊的這些樹 通常都被環狀剝皮就死掉啊 因為這些樹會遮掉陽光 可是這些其實都是台北市 應該要去看見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一直不去管制這一塊 這一塊就越來越惡化 你的山上的 不管是山上或是平地的狀況 就越來越不好啊 市府在過程中跟你們接觸過幾次啊 其實現在市政府很少跟我們談出的時間 我們現在已經在籌備 因為四月份議會要開議了 對啊 所以我們會 因為我們現在有 我忘記了二十幾個議員有參加我們的 複數連署 選前 複數承諾書 我們當時就是已經有主張要提那個 樹保條例修正案 然後成立專責機構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會 大概下禮拜吧 這禮拜先忙完 下禮拜會 開始去 把我們最後的訂稿 資料 請 我剛剛有請我們那個政策組的那兩個夥伴 幫忙做最後的修訂 嗯 那個高高壯壯那個Tony 他是台大法育科法所的 哪個帶出況眼鏡啊 就高高壯壯的那一個 那麼 就一個高高壯壯的 喔 他有跟你們那個法律支援就對了 嗯 對啊 我們的法律支援都大部分是蠻野啦 雅營那邊或是三家律師阿 龜律師阿 欸你說現在那個市政府已經沒有跟你們有接纖 沒有啦 就是 沒有 最近沒有針對樹的問題去進行討論 因為最近他們都在處理弊案或是處理一些其他的爭議嘛 然後市政府已經跟我們已經有說了就是爭議沒有出來之前不會去動我們的樹 然後 就是最後的開發結果 開發方式出來之前不會去動這些樹 他們當初砍的時候是不是就是違法砍 就是還沒有取得環瓶 同意就砍這樣子 對啊 你是說 我們在報的樹還是以前96年的時候 兩個 95年 96年 97年 那幾年的移植樹木 我們主張他是違法的 因為他那時候環瓶還沒做好 那你環瓶沒做好 你怎麼可以去開發 可以去破壞那個地形地貌 就原來的樣貌 包括這個樹都是生態的一部分 你怎麼會環瓶還沒通過 你就先把樹挖走 所以那時候沈四鴻在當台北市環保局長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卡 我們去卡他的那個 我們去卡他的那個移植工程 然後擋不下來後 我是提公民訴訟 就去查他的這些環瓶資料 然後就把裡面 有關的東西寫出來 然後環保局那時候就開了教育局 兩張罰單 然後勒令停工 然後就被勒令停工以後呢 那個 環保局長那個沈四鴻 就在某一次的環瓶會議上 就後來他們就通過 要把那個樹木移植工程 從大巨蛋原本92年的那個環瓶說明書裡面刪掉 所以原本移植工程是環瓶規範的一部分 結果他們就把它刪掉 然後刪掉以後就不用受環瓶的冠資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 我們那時候原本都不知道 然後是他們通過的當天 研究文化局的一個樹保的一個業務人員 他購買還不錯 就是還蠻友善的 他說 打電話我說 尤大哥你知道環瓶過了嗎 我說 我不知道環瓶不是都還在審嗎 然後他說 沒有他們說他們環瓶過要移植 所以我們才問環保局 環保局說 對啊 因為那個就是 他說因為那個教育局提了一個 變更內容對照表 就是把移植工程拿掉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移植工程是市政府要做的 不是圓球要做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擋啊 我們那時候 我那時候去 然後他們在那個環瓶會上跟環瓶委員的簡報 就是說 那個之前被移走的那個384顆 就是我們來看的這一群 的第一批的樹 只死了一顆 只有一顆生長不良 其他都活得很好 然後其實那時候他們在環瓶大會 要刪的那一次環瓶會 之前我們已經算出來 那個死亡率已經大概 108顆了 已經死了一百多顆 然後他們騙環瓶委員就只有死一顆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我們去拍的照片啊 錄影檔啊 什麼 原來在裡面的那個 原來在裡面被移去保護國中 第一批384嘛 然後我們提公民訴訟把它擋下來 熱令提供 然後他們要移第二批之前 然後反正就通過環瓶變更 把那個移植工程刪除啊 然後刪除掉以後 刪除掉被我們發現 我們就去擋啊 我們就把那個 保護國中基地的現況的照片跟影片 就丟到環保局去做那個 教育局做不實的陳述啊 對啊 所以你們那個行政處分應該 不應該通過啊 然後所以那後來就再開第二次會啊 然後再開第二次會就 就 因為我是陳情人 他就讓我去 我就把投影片放一放 跟環瓶我原講 所以後來 然後我們就主張 你那個受保護數目的數量都還沒有釐清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 然後你環瓶 變更環瓶 就是重辦環瓶還在審查 你怎麼可以去移植數目 所以那時候環瓶大會 後來就改變了他們的決定 就要求 要確認受保護數目的數量 的這件事情 所以就卡了他們 卡了大概快半年 卡了他們半年多快一年吧 然後在環瓶會議裡面 委員就說 你那個移植工程 就是你現在這些移植工程啊 什麼應該要併到現在的環瓶 一起來審查 就委員也不認同說 你環瓶都還在審 你怎麼可以去挖樹 破壞這個基地的線控 然後結果到後面 又被戳掉 就李永平我剛剛提 就我們也去提那個 受保護數目的爭議的認定 老數認定 然後我們也提了資料啊 結果他不讓我們去講話以後 他就 他就直接在會議裡面 就主導反正就加了幾顆普葵 他加了幾顆 就是加了幾顆原本 但是中間廠正前方 原本有兩排普葵 亞歷山大椰子 然後就把那些加進去 原本136顆變209顆 然後就對外說 我們有進行處理了 我們有增加受保護數目的數量 然後就把那個最後的數量 再送回去環瓶大會 跟環瓶大會說 受保護數目的數量已經確定 所以那件事情就沒有辦法再卡他 然後他們就繼續動工 那你確定 他去講這事情 你們沒有同步 也去跟他們說 加的其實是外面一些 講了啦講了啦 那他們還是通過啦 拜託你打過廣池的案子 你不知道政府怎麼玩 哎呀我就是用你再講一次 你沒看到我在錄音嗎 錄影嗎 哎呀 我知道 所以我才會問問題啊 該講的我們都講的資料 我們該給的都給 對啊你現在是對他們講 他們不知道啊 他們都會用他們自己的行政材料去處理 他要開發他就是做出樹要移軸的決定 他要開發就是說這些樹不是老樹 他們一直都不讓我們 不敢讓我們做樹林鑑定 我們那時候說保護國中一開始移過去 然後死了一百多顆 那時候已經聯絡好 就是那時候是徐家慶議員幫忙 已經聯絡 然後我們幫忙安排線刊 然後我們已經安排好 就是有台大森林系的教授 願意帶他的研究生過來幫忙採樣 就是針對死掉的那些樹 我們直接採樣 送回他們台大森林系 要幫忙鑑定樹林 然後我們就約好了哪一天要去現場勘插 就約好現勘的前兩天 我跟我老婆繞過去看 就發現他們怪手正在把死掉的樹都拔起來 我們那個都有錄影 怪手把那些死掉的樹都拔起來 然後我們就趕快通知議會 叫他們制止那個公登組 那些樹就算現在已經先拔起來 你要先留著讓我們採樣 結果到現勘的那一天早上 公登處就打電話給那個 許家鯨議員辦公室 說那些樹已經銷毀了 那個今天可以不用過去 公登處跟公園處是同一等的 公園路燈管理處 一般檢測是公登處 所以你看 為什麼你不敢讓我們測樹林 測樹林 就是用科學鑑定去樹的年齡 因為超過五十年就是受保護樹木啊 他被挖去保護國中的都是認定是非受保護樹木 就是沒有達到標準 可是我們主張這些樹達到標準啊 包括白千枕應該都到 可是他們不敢讓我們驗了 然後死掉的樹就馬上砍掉 拿去藏錢 拿去燒掉 所以他們那時候做這些事情真的超級惡劣 就李永平過來不讓你們發言 他連開會都不讓我們去啊 那時候李文英議員幫我們要求 我們那時候請李文英幫忙 要求文化局應該讓我們練習啊 文化局就不肯 文化局就不肯讓我們去 什麼樣的會議啊 樹保啊 樹保審查 樹木保護委員會啊 為什麼你們不能練習 他用什麼理由 他叫行政材料 他就是他們內部的會議啊 樹保會議不是行政材料會議嗎 我不是利害關係人啊 你不是利害關係人 他們認為啊 那結果有哪些人去你知道嗎 就他們自己的會議自己開啊 自己爽啊 你怎麼知道就是李永平下令說不准讓你們進來 因為李文英幫我們喬了很久啊 喬了大概一兩天吧 我們知道他們要開會了 可是沒有通知我們 我們就請議員幫忙問啊 這次大巨蛋的事情會燒起來 李文英也幫了很多忙 他現在副秘書長 那個 本來公正處已經要挖國父紀念館的樹了 李文英看到那個簽成簽上來 就覺得這個不對啊 他就跟柯文哲說 要處理這件事情之前應該要先跟 跟護術團體碰個面 你們跟柯市長有過那個接觸嗎 我們之前一月八號跟鄧副市長開會的時候 柯市長有來 柯市長對你們的態度什麼感覺 就 就是柯P啊 哈哈哈哈 就是柯P啊太好了 我都錄起來 他其實都還蠻直接的啊 就是可以做的事情他就馬上交辦 就馬上叫捷運局給我們圖啊 然後說你們對大巨蛋 又覺得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你們送資料來啊 就是大巨蛋這些爭議 就是請由副市長全權處理啊 然後請我們護術團體送資料給他 就是從那一天開始 媒體才開始追 才開始吵柯文哲要查大巨蛋 這件事 然後隔沒幾天趙成雄不是就出來一直點名嗎 對 然後才開始整個新聞就掃起來了 你們跟眼熊有接觸過嗎 我們都是在督審或是環民會上 我們沒有私底下的接觸 只有一次我去議會發 發我們的連署書給議員 的時候 有在李彥秀的辦公室遇到蔡仲義 然後那時候蔡仲義就跟李彥秀說 議員可不可以跟你見一下辦公室 我跟劉先生聊一些 李彥秀就乖乖的走出去了 我就覺得阿乾 財團果然很厲害 隨時可以見議員的辦公室 那個雙煙的路燈的部分也是有移植嗎 就是移到那個音樂中心那裡去 你說圍牆裡面的嗎 外面的 外面的都是移到流行音樂中心 我剛忘了給你們看 你們剛有經過 我剛忘了講 要回頭嗎 如果不趕時間就回頭 就在旁邊 這樣 什麼事 什麼事 就是那個流行音樂中心 回頭就到了 好啊 可以嗎 有什麼議題嗎 就是鬆煙的 就是我們鬆煙的 我們在戶的那些樹 之前被挖走的 移到北流處 他忘了耶 一直講話 所以他也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砍 就是要道路拓管 然後就沒有斷根 然後就直接 所以來砍的有是市政府的包商嗎 園雄的包商 就是那個什麼樹花園 可是那時候還不是樹花園 那時候是另外一家包商 好幾家包商 圓雄一次發包了好幾家包商 一次動員了幾十台的怪手跟卡車來玩 要讓我們沒辦法擋 欸 游易 不好意思 我要去看我媽媽了 在這放我下來 好